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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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在礼拜六水汽也不多 同样的就在东半部 多云零星降雨 西半部主要还是多云倒晴 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接下来等到礼拜天 会有一小股的东北季风吹下来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在礼拜天迎风面的 包括了在东半部地区 又开始会有些短暂雨机会 基隆台北到桃园云亮偏多 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的早上 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飘雨发生 不过了新猪一南影响不大 新猪一南到中部南部 礼拜天还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但温度部分也要提醒大家 地面图上面可以看到 随着高度一出来 冷空气今天持续的减弱 但各地感觉还是比较偏冷一些 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提醒您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来看的话 在整个包括了中部以北到东北部 低温还是只有9到11度左右 南部还有华东地区 这种低温也只有11到13度上下 您还是要持续的注意保暖 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再减弱 所以明天白天的高温部分 会比今天再回升一些 北台湾的高温在明天可以回到16度上下 中部高温可以回到20到21度 南部在22到23度 花蓮高温回到18度 在台东高温回到21到22度左右了 但提醒您要留意日夜温差哦 等到礼拜六的时候呢 各地的温度会比礼拜五再上升个2度左右 但等到礼拜天 我们提到呢 有一小股的东北季风吹下来 冷空气的量不会太多 所以主要礼拜天就在北台湾 高温略降个1到2度上下 其他各地影响不会太大 下礼拜一之后呢 台湾附近开始有一些偏东南风吹起来了 所以下礼拜一之后呢 包括北台湾在内 各地温度会明显回暖 下礼拜的温度会比这礼拜温暖许多 短时间之内也没有看到 强冷空气南下的影子了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了 明天呢 留意的早晚还是冷的哦 要注意保暖 西半部天气相对稳定 你可以洗衣洗车 尤其在新竹以南地区 但东半部还是有一些零星降雨的 另外高平地区空气品质会比较差一些 明天天气透过2car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呢 北部的温度呢 会再回升一些些 但云量呢 在桃源以北会比较多一些 基隆有一些零星降雨 新竹以南可以见到阳光 基隆12到14度 台北12到16度 新北12到16度 桃园11到16度 新竹10到17度 苗栗10到18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来看 明天主要是多云到晴 温度进一步的回暖 白天高温可以回到20度 但早晚还是冷的 台中11到21度 彰化11到20度 南投10到21度 云林10到21度 加义10到22度 总日夜温差超过10度 要特别留意您的身体健康 包括了南部地区 留意的也是早晚比较偏冷 白天温度稍微回升 多云到晴 台南是2到21度 高雄是3到23度 屏东是2到24度 而东半部地区明天迎风面 云量还是比较偏多一些 偶尔可能有些零星的飘雨 温度也稍微回升 宜兰12到14度 花蓮14到18度 台东15到21度 而就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 明天温度也会比今天 稍微回升一点了 在澎湖14到18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天迎风面云量比较多 温度稍微的回升 早晚还是冷 礼拜六的温度再回升一些些 但礼拜天有一小股东 北极风吹下来 主要影响的 只有在北部东半部 礼拜一之后 各地的温度会进一步明显的回暖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跟您聊天起